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来自于字节的新的模型啊 叫追猫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模型 它本身的是一个图像定制的框架 然后呢 目的是支持更多的图像定制的任务 那它的功能怎么样呢 我们下边来看一些演示 那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人物啊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特殊的场景里边 那你会发现不光人物的形象可以保持下来 人物的服饰呢 也可以保持下来 那同样的啊 我们这有一个黑神话悟空的形象啊 可以达到相应的一些效果 那这呢 我有一个美女啊 那我可以把它转成一个啊 叫大头娃娃的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那同样这是一个美女模特 然后呢 我这有一个包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个美女来展示这个包 那这个模型呢 也可以非常好的来帮你实现这样的任务 那假如呢 有一张图片 你可能非常喜欢它的风格啊 你可以生成一个类似风格的图片 那这种呢 我们叫做风格的参考 大家看一下 做的也是非常棒的 那这有一个美女 然后呢 我们这有一个衣服 那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虚拟试穿 大家看一下穿上的效果 人物依然非常的漂亮 衣服呢 保持的也非常的棒 那同样是这个美女 然后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人物 那我们希望这两个人物呢 在同一个环境里边进行交互啊 比方在这个教室里边经聊天 大家看一下 两个人物的一致性的保持呢 也是非常到位的 那这个呢 是一个科幻类的女战士的形象 一般呢 她要么就开着飞机啊 要么就骑着特别帅的这种坐骑 那下边呢 我们让她骑一只猫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当然呢 在这有一些污染啊 就是猫的腿上 其实有一些人物的元素的污染啊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些问题 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Dream O的一些实例 大家看一下 应该说是远朝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其他的模型的 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呢 下边呢 我们就从头给大家说起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Dream O在GitHub上的首页 那Dream O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解决普通模型单一图片定制人物的问题 那就是说一般来讲 我们一个模型只解决一个问题 比方说虚拟试穿 比方说人物的一致性 那它的任务相对来讲呢 是比较单一的 那我们之前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技术叫做Hyperlora 也是保持人物的这种一致性的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我曾经在Dream O上呢 构建了这样一个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Dream O上 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呢 我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我现在稍微修改了一下 那同样呢 我这传了一个人物作为参考 然后我的提示词写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人呢 是坐在云端 然后弹吉他 然后我们开始生成的这个效果 那这种呢 其实我们是保证了人物的一致性 其实是人脸的一致性 它整体的一致性是保证不了的 大家看一下 EF呢 其实没有迁移过来的 而且它只能完成这一个任务 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之前的模型 它的图片定制的任务是比较单一的 那Dream O呢 相对来讲啊 它这种任务呢 就比较多 它这列举了很多它支持的任务 比方说叫IP 叫ID 然后是Try On 就虚拟试穿 然后呢 是风格迁移 然后呢 是Multi Condition 也就是多条件的这种形式 其实它列了这么多啊 它标准的任务就三个 一个叫IP 一个叫ID 一个叫Style 而我们说的虚拟试穿 以及多条件的这个啊 其实属于基本任务的一种组合形态 那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它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这个链接呢 是它在抱抱脸上的 这个在线的demo 那在这个demo里边的话呢 我们大致呢 能看到啊 它的任务类型 大家看一下 下栏列表里边其实只有三个 叫IP ID和Style 那有人说啥叫IP 啥叫ID 啥叫Style 我甘说你可能理解不了啊 下面呢 我们就详细给大家来讲一下 那我们下边先调用一下 它原来的这个例子 主要是借用它的这个提示词啊 现在呢 其实我只有一张图片 那我把它换掉 那我们选一个美女的图片啊 那我的提示词是说 这个女孩正在什么呢 正在西安 你要注意啊 我现在选的是IP 就是任务类型选的是IP 顺便呢 我们说一下 它的基本的一些设置啊 首先是分辨率 分辨率呢 它支持768到1024 你可以选择任何你需要的一种分辨率 那这我就选择1024乘1024 然而采样步数 采样步数它这是12步 为什么步数会这么少呢 你要注意 它这里边呢 主要用到了Flux的Turbo技术 也就是我们说的加速技术 所以说待会呢 你会在生成的效果里边看到啊 Turbo采样生成的一些效果 所以说呢 这个步数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啊 一般呢就在10步左右 那Gridance呢 我们默认是3.5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 Gridance呢 一般指的是生成的图像 对于提示词的一个遵循程度 种子呢 我们暂时把它变成-1 -1呢指的就是随机种子 是吧 那这样呢可以保证我们图片的多样性 好 下边呢我们就来生成一个 大家先看一下IP的效果 那这个呢就是IP的效果 大家注意啊 这个人物不单单保证了他面部的一致性 而且保持了他整个的发型 然后他的发饰 他的衣服的一致性 而且呢展现了我们这个提示词 对吧 正在这个吞云吐物 另外呢 大家也能看到啊 他整个Turbo采样的这个效果 就是脸部的这种胶质感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他有一些处理的中间态 比方说这个人物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物品来讲呢 一般它会做一个去背的操作 根据任务的类型 它去掉的内容呢是不太一样的 那比方说我现在是IP的话 它其实只去掉了背景 人物的这个形象和它的一致性呢 我们其实是保持下来的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IP 那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下ID 同样的提示词 然后我把任务换成ID 你注意一下变化啊 包括中间的处理图片和最终的生成效果 我们下边再来生成 大家看一下 中间的处理状态呢 其实我们只有人脸和这个头发的部分 然后呢 关于其他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去掉了 所以说生成的这个人物 你会发现啊 我们只能保证脸是一致的 所以说你可以简单的认为 IP就是整体形象的一致 而ID我们是只保持面部的一致啊 就是人物的一致 这就是IP和ID的区别 那我希望呢 我说清楚了啊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例子 比方说呢 这个人呢 正坐在云端探极的 是吧 当然如来佛坐在云端探极 他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们换一个吧 我们换一个黑神话悟空啊 然后呢 我们再生成一遍 注意啊 这我选IP 保持整体形象是一致的 大家看一下 也是非常漂亮的啊 整体的人物的效果 包括衣服 都可以非常好的给什么 给迁移过来 那同样的这种效果呢 是适用在产品上面的 那假如说呢 我们现在把它换成一个香水的图片 那我这个提示词变成了一个香水呢 在一个聚光灯下边 那我们下边呢 来生成一遍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你注意啊 这个香水上的文字 都可以非常好的给什么 给表现出来 应该说是非常精细的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个人物叫什么 叫什么产品展示啊 但是总体来讲 其实就是IP 对吧 下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ID的例子 那我可以把一个人物呢 做一个形象的转移啊 当然这个AI大佬呢 我就不用他了啊 我们换一个 那比方说呢 我们换成这个啊 我们还是把它转成这个大头娃娃的类型 提示词我就不改了啊 我们直接生成 再看一下生成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啊 比我们一般的模型生成的 其实要漂亮很多 下边呢 我们可以换一个类型 比方说Ghibli 那我们来生成一遍 大家看一下啊 Ghibli的这个风格 也是非常到位的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个人物 叫风格迁移啊 你可以有一个 你比较喜欢的这个风格的图片 然后生成一个类似的风格 那这儿呢 我们上传一个动画的图片 然后把提示词改一下 这个提示词 有一个固定的写法 叫generate a same style image 后边呢 可以写这个图像的描述 a beautiful girl is playing guitar 正在探吉他 那这个任务类型呢 我们这儿选的是style啊 那你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非常的漂亮 是吧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虚拟试穿 当然虚拟试穿呢 你可以指定两身衣服啊 当然也可以指定一个人物和一个衣服 那下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人物和衣服 那我把这个人物给他换掉 衣服呢 我们就保留啊 注意啊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选id 这个地方要选ip 为什么 因为ip是要保证 它整体形态是一样的 对吧 而id呢 我们是要保证脸是一样的 所以虚拟试穿呢 就是所谓的id和ip的一个组合状态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生成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整体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呢 我们可以指定两件衣服 然后一个T恤 还有一个短裙啊 那我把提示词稍改一下 我改成woman 然后种子呢 我们改成-1 带助牙在这儿的话呢 两个都要选ip啊 因为这里边呢 是没有人物的嘛 所以说呢 要保证衣服的状态 是完全一致的啊 那看一下啊 这个包括文字 你详细去看啊 其实保持的也是不错的 整个的风格 当然这个特别的感觉 其实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啊 好 下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两个人物进行交互的 类似的 我们可以选一下 第一个人物 我们再来一个人物 比方这个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两个都选成什么 ip 提示词呢 稍改一下 我们写 2 girls is talking in classroom 正在教室里边聊天 是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变成服役 好 下面我们生成一遍 这个感觉也是非常棒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个例子吧 我们用这个效果啊 他原本这个例子是林黛玉骑着一个猫 两个都选的ip 非常的有意思 是吧 这个人物的确保持的是非常像的啊 下边我们把人物换掉 换一个这个吧 这呢 我们同样选ip啊 然后我们来生成一下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效果啊 这个比例保持呢 也是挺好的啊 比刚才林黛玉那个要好很多 那这就是我们在抱抱脸上 给大家展示它的一些效果啊 大家如果用的话 直接用抱抱脸的这个在线demo就可以了 大家会发现啊 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是吧 而且呢 也不用付费 那有人说在confioi里边就不能用吗 是可以的 这儿同样有一个confioi的扩展 大家看一下啊 叫confioi-dreamo 但是呢 它需要的显存还是比较大的 40G 所以说我们消费级的GPU来讲呢 就是跑这个模型 其实呢 有点够呛啊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Dreamo这个技术啊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